crazy for you 我們來開一下 太快樂了 唉唷 這開包裹這種東西 怎麼快這麼開心呢 我們來開箱那個 Sachioさん給的橫濱的那個零食 他打說 這些都是我們我家鄉橫濱的零食 每一樣都非常好吃 也請你品嘗看看 我們來吃吃看它的味道 究竟是怎麼樣吧 首先我們先來看 比較看不到它外表是什麼的 這個 這個感覺有點像餅乾 然後是明太子風物 它寫香南明物 但香南物只是到香南高中籃球 灌籃高手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味道是不是一樣 很開心耶 這真的很有趣 還是這樣子一片的那種 有點像仙貝的這種感覺 這樣子 它有一點點鹹香啊鹹香 然後有一點點明太子味道 味道沒有到很重 但是它咬到後面你尾… 尾巴會有點那種 小小辣辣的那種感覺 這很適合看我跟Sachioさん的影片吃 大家記得吃這個的時候 邊吃邊看我們的影片 知不知道 好好吃喔 好可怕喔 它因為吃一個Sachio耶 有聽到嗎 不是這裡沒比中指的 我是說有聽到嗎 對 後面有海味 就是你吃著吃著之後 我們剛好電視的背景是一隻海龜 怎麼會這樣子 就是你咬完之後你咬一咬就會很香 然後你吞下去之後 你喉嚨就會有點微微的辛香料的那種感覺 然後整個嘴巴就會有海味湧上 你就會說 你什麼時候要來天罪啊 去水那一串打電球 怎麼沒有我會唱得怕 對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到底是什麼感覺 好 我們下一款來吃這個 看起來特別高級不知道為什麼 Yokohama Crazy for you 我很快樂耶 欸 生活頻道怎麼把… 對啊 大家就是覺得簡單 好 打 還是這樣子耶 好酷喔 就是很多這種小盒子的零食 真的很可愛 它那邊寫燒果子 很冰哈哈 卡卡了 哇 血骨很甜的味道 給你們看一下喔 拿出來囉 真的 我想到那個 我之前去拍那個 日本那個 哆啦A夢的那個 我不是一直吃那個栗子蛋糕嗎 這聞起來很像栗子蛋糕 栗子蛋糕還會有一點點奶感 我來吃吃看它味道怎麼樣 栗子蛋糕 好吃 好吃 因為它的栗子蛋糕味道非常的濃 濃之外它帶有一點點奶味 重點是它是濕潤的 它不會乾 好吃 我那時候去拍哆啦A夢不是有挑戰 它的無限真身栗子蛋糕嗎 那個栗子蛋糕也好吃 它比較稍微乾一點 它比較沒有那麼濕潤 真的是非常濕潤的那一種耶 再吃一個 這好好吃喔 這好好吃喔 你看 應該看得出來它非常的濕潤 它這個跟我的臉就長得一模一樣 很好吃喔 很好吃耶 快點再吃一個 欸很好吃耶 Crazy for you 好 我們下一款 下一款這款看起來非常的厲害 然後它整個這種包裝設計的感覺 就是有一種某一個名牌叫Polo你知道嗎 那種感覺 它是圓頂橫冰 然後霧底柔 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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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還是一個很漂亮的一個包裝喔 哇 這…哇… 它秋山會不會看見很厲害 很厲害 很厲害的零食的感覺耶 看一下它打開的樣子 這真的是 這看起來真的有點太厲害了 哇 它裡面有巧克力 有點像Browny的那種感覺 你看 我們來吃一下它味道 看究竟是怎麼樣 有點很神秘的味道 它吃起來的那個口感呢 上面有一點點像生巧克力 然後中間那個有點像是那種 那種布朗尼的那種感覺 然後重點是它這個巧克力 吃起來其實沒有到真的很巧克力 它其實還有一點點那個酒的味道 它的口感是比較多層次一點的那種 很適合配酒 Sachio上 I know you 那我剛剛查了一下那個 霧底樓是專門賣那個 お土産的那個店 一停過後可以去日本玩 所以可以去逛一下橫冰 好 開箱完了 這三款就是Sachio上 就是特別準備給我的橫冰 就是它的家鄉的お土産 這三款其實我都還滿喜歡的 因為老實說 我個人去日本買的那種お土産 通常都是超商的一些食物 像這種專門禮盒裝 或是像這種形式的 我之前有買 但是我通常買的都不是 就是那麼的重 所以我今天吃到這三口 我都喜歡說其實我覺得滿意外的 這一款它是那個栗子燒 然後我覺得吃起來 口味上比較偏甜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因為跟我以往吃的栗子燒 比起來它濕潤很多 然後我個人其實還滿喜歡的 所以如果你本來就喜歡栗子燒 我覺得你可以試一下這個 然後這個的話 就是它的霧底樓這個巧克力啊 有點布朗米跟生巧克力的那種感覺 這個我覺得是大人系的點心 重點是它的酒是真的滿有 算還滿有酒感的我覺得 所以它很適合配酒啊 或那種無湯茶之類 其實這一款我覺得還不錯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試試看 然後這一款就是我就覺得 它就是腰瘦刷腿啊 它就是很紮實的那種鮮肥 其實這種口感應該是我比較沒有那麼喜歡的 可是你知道它咬的時候就是很刷腿 然後我就哇靠這超適合看電影的 但是如果你看電影跟朋友一起看 朋友就會給你酸脆配酒或什麼 就是會有酷酷的聲音 它就會叫你對 好啦 這三款就是Sachio桑準備給我的 然後也非常的謝謝Sachio桑 大家也只要記得去訂閱它的頻道跟追蹤它的IG 那我們生活頻道的影片就先這樣子 Bye Bye 哎呀 趕快去看正片啦 正片有沒有看呢 沒看正片就看中國頻道 兩邊都要看才對了知不知道 在嗎